小鸡出口12天了 感觉没怎么长大一样 就看见翅膀长大了不少 鸡的这个毛病不好 吃东西总喜欢用爪子去刨 还粘到上面去了 把饲料都盖住了 你怎么吃呢 还刨 快下来 下来嘞 把这个保温箱收拾一下 等一下把小鹅也放进来 这个石盒两只吃太小了 要给它做一个大一点的 做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石盒 还要再做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水盒 做好了 这是一个石盒 吃完饲料会自动漏下来 这样干净又方便 这个是水盒 水盒完也会自动漏下来的 这样就不用担心 小鸡和小鹅会掉到水里去 又方便又好用 保温箱差不多弄好了 石我就放在里面 这个水我就给它放在外面 我把这个下面这里挖了一个大洞 它老大生过这个洞就能喝到这个水 把水放在外面 就不用担心里面弄石了 给它们喂青菜可以放在外面这里 两房一听 还有个孕子多好 可以了 现在把它们放进来 住新家了 哎呀 小鸡吓坏了 平平往这里坐 不愧是老大呀 这么淡定 哎呀 干起饭来了 干饭鹅 小鸡骨子里就有那个老大的风范 第一次看到小鸡临危不乱 一点都不害怕 其实小鸡现在一点战斗力都没有 连走路都走不稳 它那个牙齿现在咬人一点都不痛的 如果两个要是打起来的话 它完全打不赢这个小鸡的 但是小鸡的气势吓人 刚出口就比长了十多天的小鸡还大 所以气场很重要 这个小鸡也是完全的 骨头不够尾 头虽然藏起来了 但是尾巴还漏在外面嘛 它看见小鸡没有咬它 现在不害怕了 那咋到处扔呢 还好小鸡扔 小鸡在后面剪 这样不浪费 两只放在一起 互相有个伴也好 很多朋友都说小鸡是鸭鸭转世的 我来叫它名字 看它知不知道答应我 试探一下它是不是鸭鸭转世 鸭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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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它竟然知道回应我 难道真的有前世间生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